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香港民间组织还有黑社会大哥和这个港府一起联手营救学生的秘密行动也悄悄拉开了帷幕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黄雀行动 今天我再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惊心动魄的真实故事 1989年8月底的一天上午 广州中山大学附近一间公寓里面电话铃突然响起 正在沙发上发呆的那个女人吓了一跳赶紧起身三步并坐两步跑过去拿起了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生轻柔的声音 今天下午两点一辆白色小轿车会过来接你 司机姓陈 记住 见面之后你要先给司机看一下我上次交给你的那枚汇丰银行的纪念币 和司机确认一下你的身份 那么陈司机会带你去下一站 说完不等她反应便挂断了电话 放下电话女人静静的回忆了一下这个刚才电话里说的那些内容 吻了吻心神 然后呢去厨房倒了一杯水 这个女人叫吕金花 原本是一个北京的服装个体户 在这个动物园批发市场有一个自己的店面 89年学生运动开始之后呢 优国优名的吕金花就再也没心思做生意了 跑前跑后的声援学生 渐渐的就成了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 也就是著名的公自联的核心成员之一 六四的第二天就遭到了通缉 在朋友的帮助下 几经辗转逃到了广州 正不知下一步该何去何从的时候呢 一个神秘的女记者联络到了她 告诉她香港有一群人正在秘密行动 打算把他们都接到香港 逃出升天 听到这个消息她心头一震 又不仅玩耳一笑 这事整的是吧 没想到平时在电影中才会出现的情节 竟然就发生了在了自个儿的身上 这个神秘的女记者随后安排她 住在自己的一个朋友家里面 并嘱咐她千万不要出门 现在满街都是警察变异 中共布下了天罗地网 形势是万分危急 并告诉她 等香港那边安排妥当了 会给她电话 那么在揪心的等待之中 半个多月过去了 今天终于来电话了 差五分两点的时候 吕金花拎着一个不大的行李箱 站在了那个公寓楼的门口 她脑海中又一次浮现出了 六四凌晨天安门广场上 那可怕的一幕幕 在暗夜之中 一辆辆坦克仿佛吃人的巨兽 朝着他们就冲了过来 一辆辆军车不断地开到广场 一队队鹤枪实弹的军人们 凶神扼煞地跳下车 一时间是枪声大作 硝烟弥漫 学生们开始四散奔逃 她的耳旁是呼啸而过的子弹 她的眼前是终身难忘的惨状 她自个都不知道 是怎么逃出了广场 又是怎么被人带回了家 短短的两个多月 仿佛像十年一般的漫长 正恍惚间 一辆白色小轿车停在了门口 司机是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 神情有些紧张地看着她 吕金花也不说话 赶紧拿出了那枚纪念笔 递到了司机的眼前 司机接过来认真地看了看 表情就松弛一些了 然后点头示意让她上车 一路上两个人都沉默不语 车开了一个多小时 停在了一处荒芜的院落门前 吕金花说了声谢谢就下车了 自此她再也没有见过这位司机 这处院落是秘密营救行动的一个据点 此时里面已经有了 有几个从北京逃出来的学生了 虽然大家互不相识 但眼神中都充满了温暖 两天后的傍晚时分 他们被送上了一艘渡船 船老大是一个五十开外的小个子 满头滑发 肌肉结实 一对毛子是金光四射 他的左臂上还刺着一个龙头的刺青 龙头两边还刺着中意 两个字 显然是一个江湖中人 多年之后吕金花才搞清楚 这个刺青正是黑帮鸿门的标志 他们在船上等了几个小时 到晚上十点左右船终于出发了 出乎意料一路非常的平静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船靠岸了 不一会舱门打开 船老大走了进来 说到香港了 现在你们一个一个的出去 外面有个人要确认你们的身份 轮到吕金花的时候呢 他低头走出船舱 只见甲板上站着一个精瘦的中年男子 他盯着吕金花上下打量了一番 吕金花被他看得有点不自在 男子从口袋里面磨出一个东西 递了过来 吕金花赶紧接过来一看 竟是自个儿的半张照片 他猛然想起 那个神秘的女记者 曾经问他要过一张自个儿的照片 然后撕下了一半 另一半交还给他 说营救你们的那个人 到时候需要确认你们的身份 所以到时候你和对方对上这张照片 就算是彼此确认了 想到这 吕金花赶忙从随身的包里面 翻出另半张照片 赶紧递了过去 中年人把这两张半张照片拼在一起 认真了看了看 点了点头 才用生硬的这个普通话 对他说道 来一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 吕金花先是一愣 然后立刻想起那个女记者 曾经跟他说过 记住来接应你们的人叫做李成功 李成功 吕金花几乎是脱口而出的 喊出了他的名字 这个中年人轻轻一笑 做了一个嘘的手势 然后对他说 恭喜雷 恭喜雷 这里是航康 你们已经安全了 上岸之后呢 我的手下会安排你们去住宿 然后呢会有别人来帮你们 处理接下来的事情 祝你一路顺利 吕金花一阵激动 差点冲上去想拥抱一下这位大哥是吧 但他终于还是克制了自己 紧紧说了声 谢谢你们 就再也说不出别的话了 车子经过这个香港望角的时候停了下来 接应他们的人呢 把他们叫下车 说要请他们吃点宵夜 一天都没吃东西了是吧 此时的望角啊 依然是灯火通明 人声鼎沸 街边的餐车热气蒸腾 小贩们挥汗如雨的忙碌着 人们三五成群的吃着说着嘻笑着什么 好一派自由繁华的景象啊 看着眼前这个香港著名的商业区 看着这座不夜城喧闹的夜色 吕金花恍如隔世一般 天哪 我真的自由了吗 我真的逃出了共产党的魔爪了吗 不经意间 他的眼角留下了一滴青泪 吕金花就是被这个黄雀行动 营救出来的六四学生领袖之一 整个黄雀行动历时数年啊 好几年啊 一共营救出了超过八百多名学生领袖啊 还有这个骨干啊 被中共重点通缉的二十三名学生领袖中 有十五人成功获救 他们包括这个吴尔开西 包括柴玲 风从德 向小吉 苏小康 陈一兹等等等等 都是被这个黄雀行动营救到海外的 黄雀行动的发起人是香港支联会的创办人司徒华 人称华叔 行动计划出炉之后啊 香港黑白两道纷纷响应 出钱出力 这时候呢 司徒华就要物色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参与 因为要想把人从大陆接到香港来 只能通过水路嘛 这就必须得有一个有能力从水上接应的 而且江湖人面上很熟的人 知道谁呢 接受一个江湖上著名的大佬出手了 他就是著名的香港黑道大哥邓光荣 说到邓光荣啊 但凡上点年纪经常看这个八九十年代港片的 朋友们一定认识他 你一定在在这个很多香港港片中见过他 他经常在电影里面演黑帮大哥是吧 我在之前有一期啊 讲一期节目讲这个蔡天凤的时候啊 仔细的讲过香港黑社会的编年史 香港娱乐圈是被黑社会控制的 很多人一提起这个娱乐圈当年的那些大佬啊 都会想起什么这个邵逸夫啊 向华盛啊 向华强什么杨寿成啊 其实在香港娱乐圈里面真正举足轻众一言九鼎的大哥啊 是邓光荣 1946年邓光荣生于广东顺德 老爸是鸿门智公堂的一个堂主 哎哎经常看武侠的朋友 应该对堂主这个职业不陌生 是吧 鸿门的前身就是著名的啊 这个明末清初那个黑社会组织天地会 哎 智公堂那是鸿门下面的一个分支 所以呢 人家邓光荣那是黑社会世家 是吧 1949年中共来了 邓家一看 呀大土匪来了 是吧 见识不妙举家搬迁 去了香港 哎 高中的时候呢 邓光荣已经是一个身高一米八多的大帅哥了 所以顺风顺水的高中毕业之后就进入了演艺圈 邓光荣后来啊 能够成为这个威震一方的黑道大佬啊 靠的是一个人的提携 这个人 曾经是他老爸当年的一个手下 叫做刘荣居 外号大居哥 他传送江湖的一件事啊 就是他帮助澳门赌王何鸿燊 一举清洗了澳门黑道 一战成名 再加上 大居哥在香港警界有一个叔叔叫做刘福 这个刘福啊 就是那个著名的武艺探长吕乐的上司 关于吕乐的事啊 武艺探长这些事 我还是那一集啊 讲蔡田丰案的时候 这个香港黑社会编年始终 详细的讲过了 想了解详情的朋友 赶紧去看一看啊 所以靠这黑白两道的力量啊 大居哥在江湖上是说一不二啊 他很欣赏这个他曾经的大佬 他曾经老板的这个儿子邓光荣 将邓光荣视若挤出大力栽培 渐渐呢 邓光荣就成了江湖上年轻一代的佼佼者 1977年 邓光荣和哥哥一起开立成立了自己的这个电影公司 拍了不少叫好又叫做的片子 当时香港有一个颇有名气的导演叫做程刚 邓光荣高兴请来程刚拍电影 没想到这个程大导演性子很慢呢 而且对质量要求有点过分的精细了 导致工期一再延误 很快就超支了嘛 邓光荣很生气啊 结果这个程导还当面顶撞他 一怒之下 邓光荣啪扇了程导一个大光 程大导演哪受这种气啊 一甩手人走人了 最后这部电影黄了嘛 也没上映 估计这是邓光荣一生中 扇过的最贵的一记耳光 但是惹毛了邓光荣 程刚导演在香港的日子也不好过了 在香港几乎就没有人再敢找他拍电影了 无奈之下 程大导演只好去了台湾发展 多年之后他的儿子回到香港发展 在电影圈中打下了一片江山 他就是著名的武术指导程晓东 进入演艺圈之后 邓光荣有一个非常铁的女性朋友 就是当年在香港娱乐圈里面 闻名侠耳的艺人 肥肺沈殿霞 再后来呢 很多朋友都知道了 沈殿霞嫁给了大帅哥郑少秋 郑少秋靠着沈殿霞的人脉渐渐走红 后来遗情别恋 爱上了台湾女性关金华 邓光荣知道这事之后 二话不说跑到台湾找关金华去了 凶神恶煞的狠狠地骂了人家一顿 把人家骂哭了 当天晚上几个彪形大汉把邓光荣就堵在了酒店 拿着枪指着他的头说 你好大的胆子 是吧 竟敢欺负我家小姐 你不要命了 你 邓光荣就懵了 怎么回事啊 原来这个关金华的家事那可不简单 关金华的老爸是台湾竹联邦元老级的人物 邓光荣一看 这下惹麻烦了是吧 赶快冷静下来 镇定自若地朝对方比了一个鸿门的手势 怎么比的 比了一个鸿门的手势 还说了一句鸿门的暗语 对方一看 这是道上的朋友 赶快喊来了帮中的一位大哥 大哥到了一看 原来是邓光荣两个人认识 双方哈哈一笑 握手言和 总算是没出什么事 邓光荣平安回到了香港 后来郑少秋和沈殿下还是离婚了 娶了关金华 好 说了一段江湖往事 咱们再说回黄雀行动 得知黄雀行动的消息之后 邓光荣主动联络司徒华 说华叔有啥能帮忙的 您尽管说 华叔就说 说我现在特别需要一个 能从水路上接应的人 你有人可以推荐吗 由此邓光荣找来了一个 在黄雀行动中 起到了非常非常关键作用的人 陈达征 就是刚才站在这个渡船的甲板上 确认吕金花身份的那位中年男子 陈达征 陈达征江湖人称六哥 邓光荣之所以找到他 因为他是当时湘江码头上颇有声望的一个舌头 他的一个主要的业务就是帮大陆客偷渡 到香港以及到东南亚其他国家 不但在香港澳门越南 甚至老挝泰国柬埔寨菲律宾等各国码头 都有他的人 中共那边的边防军里面也有他的关系 所以整个黄雀行动冲在第一线 真正在前面救人的就是这位六哥 其中之一就是这位六哥 营救行动开始之后中共也收到了风声 当时中共国安部的副部长刘文 亲自带着120多个手下 从北京南下广东亲自坐镇指挥 和黄雀行动的总指挥司徒华他们斗智斗勇 在营救过程中 陈达征的四名兄弟不幸牺牲 一次是快艇已经完成了救人任务回航的时候 遇上了农物 不幸撞上了一艘水泥船 结果快艇被撞得稀巴烂 两名兄弟当场殒命 另一次是不巧回程的路上 遇上了中共公安的巡逻艇 共匪是二话不说 啪开枪扫射 两个兄弟就不幸重弹身亡了 在这个营救过程中最惊险的 就要属武汉大学的蔡崇国和陈轩良 他们的经历了 六四之后天安门广场总指挥柴玲 大家都知道柴玲录制了一盘轰动世界的 我是柴玲 我还活着 这样一个录音带 这盘录音带就是在武汉大学录制的 然后交给了蔡崇国带去了香港 之后被全世界听到了 1989年的8月 陈蔡二人逃到了深圳 陈达征命令他的弟弟七哥 他是六哥 他弟弟七哥 亲自去深圳接应 七哥联络到这两个人之后 马上花了十万块 找到了一个船老大 结果船才开出去不远 就看见江上中共的巡逻艇密集的巡逻 船老大吓得赶紧回来了 我天 不敢不敢走 钱退回去了 不敢走了 当天晚上整个深圳都在搜捕陈蔡二人 蛇口码头附近所有的酒店军警密布 一时间根本动不了 他们就只好在深圳藏了整整一个星期 一周之后呢 陈达征联络到一艘出海捕捞生蚝的船只 因为这个中共禁止 当时禁止任何船只出海 所以这艘船已经在码头停了十多天了 当时正好赶上中共 刚刚批准了一批捕捞生蚝的船只 可以出海作业了 这艘船就在其中 在陈达征的安排之下 七哥将陈蔡二人藏在这艘捕捞船的暗格里面 风起了 在暗格下面 船刚开出去不久 突然十几艘中共公安的巡逻艇 从后面就追上来了 大喇叭就喊站住 我天 不知中共从哪里知道呢 这两个人就在船上 紧急关头 突然出现了个奇迹 海水突然退潮了 公安的快艇就纷纷搁浅 开不动了 趁此机会 船老大对陈蔡二人就说 说回去你们肯定就没命了 但是躲在船上太久 你们在这个暗格里面会被闷死的 眼下没有别的办法 我也不能走了 中共的船在后面看着我 盯着我 不如你们就跳海游过去 前面就是香港 你们就赌一赌你们的运气 左右都是死吗 两人没办法 跳海就往香港游 一直在焦急的等待消息的陈达征 知道之后气得半死 他在电话里面大骂他的亲弟弟七哥 这两个人要是有点好歹 我为你试问 陈达征赶紧带着几个手下 一直守在香港的岸边 半天之后从望远镜里面 终于看见两个小黑点 在海面上栽辰栽服 他赶紧让两个精通水性的兄弟 啪跳下去 赶紧冲过去救他们俩 终于给他俩救过来 他们俩已经被暗胶 被贝壳割得是浑身鲜血淋淋 蔡中国和陈轩良 两个人是惊险万分的平安抵达香港 后来蔡中国在采访中 讲到这段经历非常惊险 此外黄雀行动还得到了 香港演艺界的鼎力支持 梅艳芳等人在得知黄雀行动的消息之后 振臂一呼 香港演艺界是一呼百应 于是就有了1989年5月27日 那场著名的民主歌声 县中华音乐会 为黄雀行动筹集了数百万港币的经费 当时包括邓丽君 梅艳芳 侯建德 沈殿霞 周润发 张国荣等在内的几乎所有港台演艺界的明星 都参与了这场演唱会 演唱会在大台前面挂着 全港演艺界支持北京雪韵的红色白底的大布条 那一刻是香港演艺界的高光时刻 后来梅艳芳等人还自掏腰包 为行动捐款 这些一举值得人们记住 话说回来 今天的香港演艺圈实在是 竟非昔比 瞧那帮大明星们 一个个是前赴后继的跑去抱中共的大腿 那和当年一搏云天的这些举动相比 实在是令人汗言 后来据行动主要的参与者之一的 朱耀明牧师说 黄雀行动一直持续到了1997年香港回归 才最终算是结束了 中间陆陆续续又救了很多人 过程中是耗资巨大 除了民主歌声县中华音乐会 提供了最大的一笔资金之外 其他款项由支联会 中国民主基金会 很多民间机构陆续筹集 再加上像梅艳芳等这些名人的个人捐款 同时大批普通的香港市民 纷纷慷慨解囊 最终筹集了超过1500万港币的活动经费 除了支联会这样的民间组织 香港黑社会中的 像新一安 14K 联工乐 一堂 这些名字我在之前 讲香港黑社会编年史中都提到过 他们多多少少都参与了 这场营救行动 包括刚才提到的邓光荣 更是出钱出力 非常的讲义气 同时港英政府也暗中提供了很多的帮助 当时的港督叫做魏一信 暗中派特使直接联络斯图华提供支持 暗中提供支持 当时不能明着搞 并保障那些被营救到香港的学生领袖 那些学生们的安全 整个过程中也有不少中共的边防军暗中帮助学生逃离边境 虽然他们都没有留下姓名 但历史一定会记住他们 2011年的1月2日 为香港的自由民主奋斗了一辈子的华叔 司徒华因病去世 享年80岁 2011年的3月29日 黑道大哥邓光荣告别江湖 终年65岁 而六哥陈达征 现在依然健在 近些年他已经隐退江湖安度晚年去了 最后要解释一下 很多人以为这个黄雀行动的这个名字 是来自《汤狼补蝉黄雀在后》的意思 其实不然 他真正的这个出处是出自曹植的一首诗 叫做《野田黄雀行》 其中有这么几句 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碑 拔剑销罗网黄雀得飞飞 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拔剑销破罗网 让黄雀得以自由 这才是黄雀行动真正的目的 好 关于黄雀行动的这个故事 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另外呢 《干净世界》这个月呢 推出了一个好爸爸摄影大奖赛的活动 只要您在《干净世界》的网站上 分享你和你爸爸拍的这个照片 合影就有机会赢得1000美元的奖金 具体活动信息呢 只要打开《干净世界》的主页就能看得了 那么提醒一下呢 希望看到这个带字幕节目的朋友呢 推荐您去《干净世界》 因为《干净世界》现在提供自动的字幕功能 再一个呢 推荐我的这个会员节目 《大花喜油》 《油画的油》给朋友们 这个节目呢 是讲述的都是个艺术史上的一些 大名鼎鼎的名字背后的精彩故事 欢迎您有空去看看 最后呢 愿意捐助我这个频道的朋友呢 捐款网站就在每期节目评论区的置顶处 或者您现在就扫描 屏幕上这个二维码也是可以的 好的 新闻最早点 咱们下次见 让这个父亲节过得更难忘 用照片表达你对父亲的爱 参加《干净世界》 最佳老爸照片比赛 就有机会赢取一千美元现金 将你最喜欢的照片 秀在你个人的数位项目中 并标记 GJW Best Dad 与我们的观众分享父亲的故事 记得在六月三十日前 参加本次活动赢得大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